你好,是你求助吗? 对,是我 就是我这个车嘛 最近只要我一大火 他就一股热油呛锅味 就跟炒菜似的 你的车会炒菜? 我回忆是我的油箱在炒菜 所以我就把我的车就开到了医院嘛 就给我的这个油箱 拍了个X光 照了这个CT 然后医中说我的油箱里有七八斤食用油 油箱里怎么会有食用油呢? 我怀疑是这个加油站 用拉食用油的油罐车 未经清洗 他就直接装汽油了 那他食用油摻到了汽油里 又加到我的这个油箱里 所以我一打火 他就炒菜 这是什么呀? 这是导流袋 医生说鸡也太多了 如果再不抽出来的话 吃就点爆肝了 那你向加油站反应了吗? 我投诉了 他们说我是故意抹黑 让我拿出证据 那我就拿我这个抽出来的食用油 我就要化验嘛 结果确实是食用油 还是调和的 结果他们就还是不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食用油里还餐有没油 他们说我是投诉不准确 是恶意投诉 你是怎么投诉的? 我说 我说你们这个汽油里餐有食用油啊 他们说这不属于食用油 因为这个食用油里餐有没油 人根本不能吃 人不能吃 那就不能在这食用油 所以他们餐的就不是食用油 食用油里面怎么还会餐进没有呢? 这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说 只要我能证明食用油里餐了没油 也可以给人吃 那他们就承认他们的汽油里餐的是食用油 这是怎么证明啊? 这不是难为人吗? 以前不好证明啊 现在可以证明了 前几天不是有新闻吗? 都说 说食用油里餐的没油 真的可以给人吃 我就用这个去证明 那真的能吃吗? 我自营专家了真的可以吃 不应该的话 我再自营一遍 喂?不专家? 真的可以给人吃吗? 可以吃的 其实都已经吃了很久了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 再说了 那燃油比食用油贵 你能吃到 摻了燃油的食用油 其实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千万别胜着 不然卖油的 它得让你补差价呢 那不会拉肚子什么的吗? 不会不会 顶多致癌 绝对不会拉肚子的 那万一致癌了呢? 那就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等致癌的时候 找他们索赔 吃了他们的油 临死还能挣他们一笔钱 多好的事儿 可是人死了要钱干嘛? 买坟啊 用索赔来的钱到我这买坟 我忘了说了 我还有一个业务 是卖墓地 现在买还送三张一条龙屋 这辆 这是他女 rabs个个的 这是他女 rabs人才 这辆可不了 谢谢 这辆坟 чтобы留下�라 Shell 有时ieg 没有 有时 第 frust 所以 我没收到 按钮 这会 送口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